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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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路講 現在呢 我人在日本的成田機場 那為什麼會來成田機場呢 這支影片非常的特別 那因為我最近生小孩的關係嘛 我的媽媽跟妹妹他們在三月底 就要來日本找我來看我的小孩 自從媽媽跟妹妹決定要來日本之後呢 我媽媽每天都在問我 機場免稅店的位置還有什麼品牌 那其實不只是我媽媽還有我朋友 大家每次來日本旅遊的時候呢 都一定會在機場免稅店買到最後一刻 買好買滿 那這一次呢 就是非常的榮幸 有機會獲得許可到機場的免稅店 進行拍攝 就算我來為大家帶路 也先幫我媽媽探探路 那這次要帶大家來看的是 在成田機場第二航廈的 假如DFS免稅店 那這也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假如Duty Free是日本航空旗下的免稅店 在日本的各大機場都設點 光東京成田機場第二航廈就有兩家店 分別是本館店還有衛星樓店 大家可以看自己方便去哪一家逛 價格很便宜又可以免稅之外呢 還有很多限定商品是 只有來這兩家店才買得到的喔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我們一來到成田機場第二航廈 他們這裡入關北側口了 那我們要從北側口這裡呢 到假如的免稅店 就是非常非常的輕也非常方便 那我們實力走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迎進來囉 走吧 大家正好這個標示 可以看到60號到68號登機門 可能在直走 登登就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非常的近 大概走不到三分鐘就可以到了 大家走在北側一檢查完護照 一進來往右轉直走就可以到了 非常的近 那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 加入Duty Free的本館店 本館店這裡呢 有非常多知名的化妝保養品牌 像是我們都知道的Dior 雅斯蘭黛 斯古波拉跟海洋娜拉都有 那除了有化妝品和保養品之外呢 這裡還有香水 我覺得這裡就是一個大家一進來之後 就完全踏不出去的地方 的愛美大家請 一定要來這裡 非常適合做為你們日本旅遊的最後一站 那除了剛才介紹的化妝品和保養品品牌之外呢 他們這裡還有賣醃酒產品 提供各式各樣的商品種類 商品大家都可以掛門開書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像這款赤兔馬呢 本來只有九州地區有做販售 但是呢 在東京的成年機場第二行下的 駕魯的名車店這裡 也可以買到赤兔馬 喜歡赤兔馬的人呢 就不用特別跑到九州 在這裡就可以買到囉 好現在我們來到JOMALON JOMALON呢 就是一個大家來日本 一定一定要買的品牌 因為它的下差呢 真的跟台灣差太大了 因為我自己呢 跟文當都非常的喜歡JOMALON 所以呢想說 先跟大家介紹JOMALON JOMALON他們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香水 那我們來看一下香水吧 大家看種類超豐富的 我跟大家說 我會覺得大家來的免稅店 一定要逛JOMALON 的原因是因為 我跟我老公要去買JOMALON 的時候呢 因為服務員要服務客人 會這樣子一個一個 個別服務 那每次排隊都要排很久 但是在免稅店這裡呢 他們這裡的人員 因為很豐富的關係呢 都可以直接為你做應對 那語言人都是通的喔 就不用像百萬公司排隊 排這麼久語言還不通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免稅店買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香水 香水種類超多的 當然沒辦法一個一個試給大家看 但是我剛才有問服務員 賣最好的兩個香味是什麼 第一個是女生賣最好的 英國鯉魚小湯蘭 超香耶 我很喜歡耶 他一開始聞到的味道呢 是有點偏植物的花香 但是後來呢 很快又會有黎的香氣出來 聞到自己呢 非常喜歡JOMALON的香水 我們家呢 至少就有三四瓶 就各種不同的size 他們這裡有分成30ml 我們100ml 大家可以看自己方便買哪一種 那接下來這一款呢 是男生這裡賣最好的是 熟微草與海鹽 很清爽 剛才那款女生呢 最人氣的是比較甜嘛 它這個就是很清爽的感覺 可是呢 也是有一點點甜味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100ml 它是賣22000日幣 其實真的是跟台灣的加拉操來滿大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來免稅店的時候呢 可以買JOMALON回去 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裡 買身體乳 還有香氛蠟燭 非常適合拿來送人 也很適合自用 而且跟大家說 他們這裡還有免稅店才有賣的禮盒 它這個禮盒呢 是各大百貨公司 日本國內都沒有販售 只有免稅店才有販售 只有免稅店才有販售 是兩個30元有的香水 這樣子買起來呢 會比單買還要更便宜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POLA 其實POLA的保養品呢 在日本這裡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就是用化妝水 這三個呢我竟然有用過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它的化妝水呢 我覺得保濕效果還不錯 唉唷 剛才不小心按太大力了 一開始在化妝水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感覺質地很像清水 可是你塗上手的時候 它有點嶄新 有非常的好 是TOLO TOLO的感覺 它這裡是淡淡的清香 我竟然用的時候呢 覺得保濕效果還不錯 這個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POLA他們這裡呢 還有推出的是 就是免稅店限定的組合 真的是太過分了 他們都會推出這種組合 就會讓大家真的很想要買 其實這些真的是 其他地方都買不到 它的價格呢會比較優惠 如果你本來是喜歡這些品牌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免稅店挖一下寶 好啊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SUKU SUKU呢其實是近幾年 在日本呢非常非常紅 也非常有人氣的品牌 不知道台灣大家有沒有很熟悉 但在日本呢 現在真的非常非常的紅 它紅的就是紅了它的底妝非常的厲害 它們最有名的其實就是這個粉底霜 那它們現在已經出到第三代了 這個粉底霜的遮瑕度還有保濕度 非常非常的好 那另外還有粉底液 粉底液呢跟粉底霜比起來 它的遮瑕度呢 雖然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保濕度呢是非常夠的 是時候呢其實我的日本朋友 他們全部都來用 因為電視節目也非常常介紹他們 那另外還有一款呢 是精彩青年粉底液 這一款呢是適合油肌的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妝感比較偏自然 清透感的話呢 也是推薦用這一款 因為台灣夏天比較熱比較容易出汗 所以說不定台灣大家是比較適合這一款 那大家都可以來他們的免稅店 這裡直接試用看看感覺怎麼樣 而且他們價錢也是一樣 跟台灣的架沙度差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來日本旅遊呢 其實你們一定要來免稅店 把它們買回家 非常的划算 那現在我們來的是赫蓮娜 赫蓮娜的大家知道黑風帶超有名 這次會跟大家特別介紹赫蓮娜 是因為他們這裡有一個免稅店限定品 可能就是這個黑風帶跟白風帶的禮盒組 那這裡非常特別喔 因為整個陳田機場的第二行巷 是只有家族的免稅店才買得到這個特別禮盒的 那不只是賀蓮娜 其實像剛才介紹的 HOLA還有JOMALON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來陳田機場回去的時候呢 你們一定要來逛家族的免稅店 因為可能你們去其他免稅店的時候呢 會找不到這個優惠 就是只有在這裡才有 像我們來到的是HACHI這個品牌 其實HACHI這個品牌呢 台灣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但是其實在日本非常有名 而且不好買喔 它是日本的藝人都非常喜歡的牌子 他們商品都是有融合的蜂蜜 最主要是保濕效果非常的強 那他們賣最好的兩個商品呢 就是他們的卸妝乳還有防曬乳 卸妝乳卸完妝之後 臉的感覺都還是很水潤的 像我們請非常專業的免稅人員 來幫我試用一下 它這個是臉也可以擦的嗎 對當然臉部也可以擦 臉跟身體都可以擦 對都可以 那這個的話是SPF是50加 然後PA的話是4加的 所以防曬指數也是最高的 它是防曬乳 可是它擦起來是有光澤感的耶 對就是症倫效果是特別好的 跟呼呼品是一樣的 就呼呼加防曬的效果 跟大家說他們這裡呢 也是有免稅店的限定組合 買這樣一個包裝 裡面有三支卸妝嶺 剛才我試用的這個防曬呢 它也是有免稅限定組合 它是四支 四支是一萬四千四 單支是四千八百日元 這個組合套組 我也蠻建議大家帶回去的 而且其實價格不貴耶 像這麼多商品 才七千八百日元 還蠻適合給大家 買回去當入門款的 那也跟大家說 在哈奇呢 你只要有買超過一萬日元以上 他們就會送蜂蜜身體乳 是35G 那我自己另外呢 還很好奇 哈奇的這個蜂蜜墨浴凝露 還有這個洗手乳 跟副手精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嘗試各式各樣保養美中的東西 大家 我又回到JOMALON了 因為我剛才 又看到這個 大家看 JOMALON的香水包裝 超漂亮 而且它們每一款 都是不一樣的包裝設計 好用心喔 這真的太適合拿去送禮了 超美的 非常推薦 大家一定要來買耶 我自己今天來這個免稅店 逛一圈 我整個被燒到不行 那除了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很多 化妝品 跟保養品的品牌之外呢 他們這個本館店 還有很多 香水 那我現在身後這一圈呢 其實就幾乎都是香水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 它們有 葡萄咖哩 文當 也很愛葡萄咖哩 我記得它有 兩瓶差不多 然後這裡還有 GOOGIE的香水 那等一下呢 我會帶大家去看 他們這裡另外一個免稅店 是 衛星樓店 衛星樓店呢 它的香水類別 其實更加的豐富 還有賣其他商品 那剛才我問他們的服務人員 說台灣人最常來這裡問的就是 亞斯蘭黛 還有迪奧 跟蘭蔻 大家可能很多人來日本的時候 都會覺得去百貨公司 買這些東西 可是可能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日本的百貨公司 真的排隊排得非常的長 所以我是蠻推薦大家可以來免稅店買 因為就不用排隊 那衛星樓店 所以我們剛才在本館看的 化妝品跟香水之外呢 衛星樓店呢 這裡也有嚴選了很多 國內外的流行品牌 如果大家剛才在本館店買不夠的話呢 來這裡還可以大買特買 各大超好品牌的鐘錶呢 還有太陽眼鏡這些單品 都可以來這裡找到 我剛才有大概逛了一下 真的覺得品項非常的豐富 而且這張品牌有非常的多 而且甚至還有一些珠寶品牌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吧 我們一走進來的 左邊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菸酒類的商品 就是旅行小物鐘錶 還有太陽眼鏡這些比較偏向 花雄小物的東西 那右邊這邊就是比較多保養品 跟化妝品這些比較偏向 美容美妝類的東西 這裡的太陽眼鏡種類超級多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他們這裡就有 Dior還有Leban 還有Celine 跟Plada 跟GUJI 就大家想像的到品牌 都可以來這裡找到 而且我自己還蠻喜歡 他們這家衛星樓店的 整個氛圍呢 是非常寧靜的 可以讓你好好的自己 慢慢的看 慢慢的逛 好好的挑商品 那他們這裡呢 還有一些旅行用品 然後還有呢 像中表 像是G-SHOCK 還有SWASH 這些都是台灣大家非常非常喜歡買的品牌 而且我剛才看 有很多商品是日本限定的喔 大家過來挑東西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商品呢 後面如果有這個牌子 只在日本販售 就代表是日本限定的 來日本就是一定要買日本限定的東西 大家看SWASH這邊 天啊 他們居然有七龍珠的聯名 這個超可愛的 其實在保養品呢 跟化妝品這些 跟剛才本館店的 有些品牌是重疊的 但是也有一些 其實有衛星樓店 他們這裡才有的品牌 像是我們現在看到的SWii SWii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我跟文當然在家裡也都有在用 那因為我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歡SWii 可是在台灣呢 買SWii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來日本買 因為日本的價格呢 跟台灣比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這一款呢 SWii的卸妝油呢 SWii他們這裡賣的最好的商品 它這款雖然是油 可是它用起來是完全不黏膩的 而且它整個卸完妝之後呢 整個臉的感覺都不會太崩 那因為SWii他們整個品牌呢 全部都是採用植物性的原料 所以就是非常的有機 對皮膚也非常好 就是敏感系的朋友呢 非常推薦可以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商品呢 這裡都有寫是 國內販售的價格 含稅是4840元 但在免稅店的販售價格是3970元 台灣這樣一瓶呢 是台幣1550元 但免稅店買呢 真的非常的划算 而且大家看 因為今天也是龍年的關係呢 他們還有出 超級可愛的龍年包裝 那除了呢 有像這樣子的單品販售之外呢 他們也有提供禮盒 夫人跟我說 SWii的香水呢 非常非常的有人氣 那跟我說呢 最有人氣的就是這一款 一號香水 它聞起來是很 清涼清爽的感覺耶 模擬像是 石頭很清淨很清香的味道 其實就是很自然的感覺 剛才夫人人呢 特別來跟我介紹 他們的護手霜 說這個呢 非常非常的有人氣 我來試用看看 因為日本的天氣非常乾燥 所以呢 日本人他們也非常豐滿的護手霜 像我自己呢 只有隨身攜帶一條 家裡也有好幾條 這個延展性還蠻好的耶 很多護手霜 擦起來會很有黏膩感 可是它這個不會 對 大家看我現在這樣擦一下 它其實吸收的就很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雪雞精 雪雞精呢 真的是大家來日本 因為都會囤好幾罐的東西 他們主要都是分成兩個系列 一個呢 是比較清爽的 另外一個是比較偏保濕的 清爽的化妝水 還有清爽的乳液 這樣可以搭成一組 還有乳霜跟眼霜 那除此之外呢 雪雞精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 美白化妝水 那這裡當然也有美白化妝水可以買 然後我剛看到一個就是這裡才有賣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裡呢有免稅專賣產品 那這個免稅專賣產品呢 是抗勞的 然後剛才呢 服務員也有跟我做介紹 有很多人呢 會來這裡買送禮的產品 送禮的話呢很多人會買這個禮盒 非常的氣派 價值一萬三千兩百日元 有洗面乳 還有化妝水 乳液還有乳霜 一開始知道 價為免稅店的人呢 應該進來幾乎都只會去本館 因為地理位置比較方便嘛 那這一家呢 衛星樓店可能一開始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其實我自己一開始也是不知道 我這次來的時候才發現 哇這裡這樣有這麼多東西可以逛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呢 可以讓大家知道這個衛星樓店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呢 一定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不要忘記這裡 這裡還可以逛 你們絕對可以買到最後一刻 跟大家說有一個很方便的服務就是 只要你上網到 免稅店的官網 預約商品 然後當天呢 拿著預約編號 來這裡領商品的話 就可以享有95折的優惠 免稅 這家95折 我覺得折超大的 請大家一定要利用 非常的方便 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支影片 跟大家介紹了 架爐的量 加在陳前機場第二行下的 架爐DFS免稅店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值得來 如果你們有來的話呢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也跟我說你們買了什麼東西 我自己剛才逛一圈之後 真的覺得 被燒到不行 那因為我今天是有特別許可進來的 我不會在這裡購入 但是之後呢 我媽媽要來 所以我就可以叫他們幫我買 那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們之後來日本旅遊的時候 也可以把這裡當成是你們最後一站 那我們下次也不來見 大家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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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